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问一下小猪 这一次这个点球自己来主罚 为什么会选择你来主罚这个点球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训练中包括热身赛中 黎道也是非常吸引我吧 平时他也是让我来主罚这个点球 包括训练中也会有这样的练习 在比赛之前可能球队都在强调说精神面貌这样一点 在这场比赛里边你觉得这点呈现的如何 我觉得首先的话我们就是这个精神要打出来吧 然后在场上要发扬这种拼搏精神 然后再次我们这个按照主要练的提战术 把平时练的我们需要打得更加淋漓精致 然后经过这场比赛也希望在下一场比赛能发挥得更好 那怎么评价这场比赛的过程和这个最后的结果呢 首先就是我们这场比赛大家都非常努力 然后包括我们赛前练的一些东西 我们在场上都是尽可能的去把它发挥到最好 然后大家非常团结吧 在场上都是全力以赴的去为这样一个目标去努力 那沙特队是小组第一而且目前已经出现了 那么我们跟这样的球队相比 我们有哪方面的差距呢 我说我们跟这样的已经冲进世界杯这样的球队相比 有没有差距 如果有的话在哪些方面 我们平时也会观看一些视频吧 然后一些差与我们可能平时在赛后的总结会多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